我們還沒有噴出去的時候 火會倒灌 你不懂得控制的話 直接爆到嘴裡面 很危險啊 危險動作舉動若輕 觀眾反應比火還熱烈 共連進團長陳建榮很自信 這樣的陣頭外面看不到 我一直嚮往的就是 要給廟會的長輩看 不一樣的表演 我們這些活舞雜耍特技 從小開始學 甚至於就像我們講 台上一分鐘 台下要十年功 傳統的美猴翁只有一個 但在這裡像七十二變 孫悟空紅毛一吹 一個變九個 跟團員一起繞進的陳建榮 永遠笑容滿面 一點都看不出來 他曾經混過黑道 吸毒 打架 不斷進出監獄 最後一次判刑八年 我一直心裡面想媽媽怎麼沒有來 可是我們不知道媽媽生病 媽媽為了我們就是 得了很嚴重的憂鬱症 抱鬆 精神狀況不好 媽媽的重病終於讓陳建榮醒悟 這時她碰到了生命中 另一個重要的女人 她的老婆蔡富美 你想得到的壞事我都做過了 所有的毒品我都吃過了 我老婆開了我的條件 就是做一個正常人 剛出獄的時候跟社會脫節 陳建榮連站在大馬路 看到車子都會怕 從來沒有上過班 要怎麼做正常人呢 那我來成立一個表演藝術 因為表演是我小時候 到我長大 我最熟悉的東西 小時候喜歡正投 是為了當帥哥出風頭 如今則是為了 從頭來過的新人生 但在以為終於要圓滿的時候 一場車禍 被測染上的麻煩 陳建榮被撞得脊椎破裂 癱瘓了整整一年 那一個車禍撞了八台車 唯一的受傷者就是我 我老婆有跟我講說 我們以前做了那麼多壞事 跟人家打架 把人家眼睛打瞎了 手腳打斷了 可能這是我一個現實吧 龐大的醫藥費 壓得他再次一武所有 但為了家人 像裝在腿上的鈦合金 他頑強地又站起來 繼續出團 廟會繞盡從白天到晚上 要走12個小時 他拖著病體堅持到底 只為了求一份心安理的 就一步一腳印 就傻傻地走 然後其實 鈴聲不是就是這樣嗎 紅色教堂 辛苦了